大家好 我是hello 看到我今天戴了一个红色的口罩 就知道新年快来了 我在这里供祝大家 新年进步 身体健康 越吃越fit 今天有一间小店新开张 他就邀请我过来试吃他的餐 他就说推出了一个 二人的香辣蟹套餐 大概人均200多元左右 事不宜迟 至于好不好吃 大家跟我一起来 好 Let's go 大家如果未订阅的话 记得订阅和按旁边的小铃铛 你的支持就是我拍片的动力 多谢 这间店铺的位置 就在尼敦道那边的油麻地 我们在油麻地地站A出口BIG街 出了去之后 就走回尼敦道 出了去尼敦道 我们向旺角这个方向走 大概三至五分钟就到了 这里整幅建议 新开全部都是做食肆的 这里就不太大 我数过都只有九张桌 但是有个优势就是 这里有三张桌都是窗边位 我问了这里只开张了一个月 在逆市可以开店 真的很棒 那餐厅它叫麻辣小咀 主打吃一些辣东西 你看到它的装修 其实都是比较踏实一点 就没什么花烤东西 座位都挺宽阔的 以红色为主 配合吃辣东西 今次试食的主打 就是这个招牌香辣蟹二人餐 它的价钱现在优惠是$498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优惠 你即时登记做一个 成为你们会员 就再减50 即是这个二人餐就$448 首先看看它的餐包什么 第一个就是招牌的香辣蟹 另外还有一个酸菜鱼 还有一个手撕鸡 还有一个菜的就是土豆丝 酸辣的 还有一个炒饭 当然要够饱了 这个成都炒饭 不知道会不会很辣呢 当然吃了这么多辣东西 最后一定做个冰粉 让你下火 辣度方面都可以调教的 可以选大中小辣 我今次就试个小辣先 那我看回它的省叫价钱 如果是一个蟹 小的一斤都$388 另外一个酸菜鱼 如果是海奴鱼 小盆就$228 只是这两个加起来都超过$600 还未计其他 包括那个手撕鸡 豆丝炒饭 甜品 加起来它原来章子 写着原价$888 看回计分就差不多 那现在四百多元 我觉得都可以接受的 最重要是要试一下好不好吃 那趁它的东西未来 再看看它的菜 还有什么其他餐 那我看它还有一个 譬如你不吃那么多东西 只是蟹 再加那个可能水煮鱼 或者鸡 就是$388 另外它也有五餐提供的 譬如是单人那些 或者想吃一些 比较简单些的 它有譬如水煮鱼 就$78 这个餐 便宜一点的酸菜鱼 哇$68 原来现在伸张优惠有好处 叫个午餐 都有个村味口水鸡 给你试吃 原来现在还有另一个优惠 就是你叫任何东西 加18.8 就有这个 剁椒精大胜脂 吃好一点也可以 吃少一点也可以 真的是封键油仁 找到口干 先喝一口茶 咦 这种茶不同一点 这种叫芒果乌龙茶 它有少少芒果味 有少少像台式的茶 一样的蟹 第一个蟹来了 虽然它是小蟹 这个都有一斤 都不算很小 看上去很澎湃 因为真的很多香料 它有些姜葱 当然不少调较辣味的干辣椒 还有花生 还有些香味来源 原来是很多豆豉的香味 反起那个蟹 里面原来也有很多糕 加上辣椒味 那些糕就特别浓香 很好吃 又不算很辣 虽然是小蟹 蟹鉗也不小 试试 这个蟹真的炒得不错 它的壳壳炒得很干 但是里面也不会干 到里面的肉没有了 而且也保留海鲜 很juicy 我选这个小辣真的适合 真的要赞自己 它的辣度就刚刚好 如果我觉得再辣一点 辣味太重 就是会蓋了海鲜的鲜味 虽然蟹很多糕 但是它的肉也不少 也有很多肉 也很鲜甜 虽然我现在不太喜欢吃饭 但是见到那么多香料 真的很想加碗饭来松 第二个重头戏 这个酸菜鱼 上面有一条藤椒来装饰一下 面上有些干辣椒 那我第一样东西 当然是试一口湯 先 它的湯喝下去很甜 很有鱼的味道 即是很鲜甜 不过如果以我自己的口味 我觉得稍然不够酸 不过可能每个餐厅的摆草不同 如果太酸 可能会蓋到鱼汤的鲜味 这里就可能着重鲜味多些 那湯之余都要看一下鱼的质素 那里面的鱼鱼也有很多块 切那个都厚薄适中 不会一夹就散 鱼肉紧致得来都很滑的 不会说很粗 那就看底料 它主要是芽菜 有些酸菜 难怪酸味不够重 因为酸菜落得少了些 还有其他材料 包括一些木耳、锅笋 它就没有那些宽粉在底 可能因为这个餐包了炒饭 就不需要粉 接着来了这个 就是个餐不包的 不过另外叫个优惠价18.8的 剁椒精大胜子 上面你看到布满了剁椒 你感觉上好像很辣 但其实吃下去没有什么辣味 这个胜子你看到都挺大 应该都是纽西兰胜子 它吃下去都挺新鲜 挺鲜甜的 而且它的剁椒味 刚才说的 它没有什么辣味 不会蓋过了海鲜的鲜味 我最初都怕只有辣味 蓋过了真的浪费了 但幸好又不会 不过它在火候上 稍然蒸得久了一点 硬了一点 如果火候拿捏得好一点 就会更加好 接着来到餐里面包的菜 就是藤椒手丝鸡 看到颜色很丰富 它的配料有些紫洋葱 青椒和红椒 当然还有些藤椒做装饰 最主要是 背开底部 原来还有些青瓜 幸好这里这么多样都是辣 但慢慢的又不是很辣 这个看下去以为很辣 但吃下去它辣味其实没什么 最主要是麻味比较重些 鸡也有鸡味 但吃下去又不算很滑 但又不是很粗 普通通的质地 但调味上是挺好的 接着这个酸辣土豆丝 在香港就比较少吃 通常有些北方 或者是村菜 湖南菜 都很喜欢吃这种 平时我很怕吃这种东西 因为我在大陆吃过 很油 整股油 幸好这个是没有油 看上去一点油都没有 有些像你的汤面 有些面 大家都知道 薯仔属于淀粉类 通常吃下去 就像薯条 即是一些粉 很滑 那我上网看看 怎样做可以这么爽口 原来它通常要浸一浸水 浸了15分钟 让淀粉慢慢沉淀了 所以吃下去是挺爽口 挺清新的 因为你看上去以为是酸辣 但它的辣味 基本上是 我吃不到辣味 酸味是夹上来闻 那时候闻到酸味 但吃下去 就不会很大的酸味 反而是很清新 很爽口 刚刚好 之前的浓味 辣 这个可以中和 然后主食也来 这个叫老成都风味炒饭 你看到上面 有很多一粒粒的蠟肠 但它这种 就是成都运过来 外面没有的 就是成都的蠟肠 这种有点麻辣味 但不算很辣 跟广东蠟肠有什么分别呢 就是它吃下去是软一点 广东蠟肠 就僅硬一点 味道方面呢 它就没有甜味的 主要是咸味 辣味 广东蠟肠 因为它有玫瑰露 还有可能加了些糖 变了它会有点甜味 这个就咸味比较多些 它这个炒饭 都炒得很香的 吃下去不会很辣的 主要的辣味 是蠟肠带出来 还有它炒得非常干身 我揭开碟底 都不见到很多油在里 单吃蠟肠 我就觉得广东蠟肠的层次感 会更丰富一点 这个就纯粹咸味比较多些 但如果你拌完饭一起吃 我又觉得OK 最后 吃甜品来到总结 就是黑糖桂花冰粉 这个时候来真的不错 可以解一下利和解一下辣 它里面有些提子干 花生和桂花 但我又不太看到有些黑糖 在里面 吃下去的冰粉都挺滑的 但我又吃不到有黑糖味 是完全没什么甜味的 甜味都是靠提子干 吃饱饱了 来个总结 我初头都担心 见它有几样东西 觉得应该会不会不够吃 但原来发觉 吃着吃着的份量都很多 我都差不多吃不完 差点 如果大家看完我这个试食 觉得我的份量可能 都担心两份吃不完 其实都可以外卖的 它这里都可以外卖 我平时在香港很少吃四川菜 今次吃完真的令我改观了 因为今次吃到香辣味之余 又吃到海鲜的鲜味 我想因为是这个时势 才可以以这么优惠的价钱 吃到又蟹蟹酸菜与这么多海鲜 今次的影片到这里了 如果支持我的 记住做什么 订阅是免费的 还有记得帮我分享给朋友 还有在下面点个like 那我先走了 刚才有些东西吃不完 可能都要打包了 下一条影片再见 不断吃 拜拜